陆寒素来有严重恐高症,很难长时间搭乘飞机 过去他多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 飞机一向都是他不得已的最后选项 在最新一期的《奔跑吧》节目中 一星人必须从搭乘飞机到另一个城市 而陆寒被分配到了靠窗的座位 只见他一上机就露出不安的表情 在飞机起飞后,整个人也显得坐立不安 脸色有些许发白,并露出无奈的神情 两手指着自己的头表示感觉已经嗡嗡嗡 甚至他恐高的跑男团员也纷纷站起来关心 随后邓超还特别走过去 要他换到较为宽敞的前座 贴心举动瞬间被赞保 看一下陆寒的表情 我后悔没有坐车走 感觉已经嗡嗡嗡 给小陆换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地方 他舒服,因为他这个位置太紧了 让他在第一排的那个 不少网友看了纷纷在底下狂赞 等着真的太暖了 但也有部分网友质疑 陆寒可以从大陆飞到维也纳 带乘飞机却显得如此慌张 随后有粉丝跳出护航 去维也纳他大可以直接一上去就睡了 这次上面还要录节目,怎么能一样 坐飞机不是不能坐 是坐了不舒服跟晕车一样 澄清陆寒目前已经在接受心理治疗 慢慢克服恐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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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